我們這次又來接觸一個新的東西 這個新的東西就叫做對數了 首先,很簡單地說一說 我們之前學過的指數,對不對? 指數就是這個 有學過它是什麼數都可以的 包括這個負數和份數一起的 一次過看了 我們可以拆開它來看 我們看到上面這個有一個三字 我們可以說負五的三次方 就是等於負一百二十五 這個沒什麼問題的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逐個對付 先對付下面的份母是七 所以呢,疊下來負五的三over七次方 就等於這一塊東西 它的七分一次方就是 它的開七次斤 那負一百二十五 那在這個 開基數次斤的 情況底下呢 這個負呢 負數是可以拔出來的 那就是開 無論一次啊 三次、五次、七次 一路數下去呢 這個負號都可以拔出來的 那但是,如果是開 偶數次方 就即是 例如開 二、四、六、八、十、十次方那些呢 那這個負好的話呢 就沒得計的 那就會 在實數範圍找不到個解 那這個我們會遲些再說 這個關於一個新的項目 是關於複數的 那繼續下來呢 我們留了那個負喔 那 只要我們搞定這個負 那這條就算完了 那這個負呢 就負五的負三over七次方呢 有個負 即是說是拿它的倒數 就等於 這個負號拿出來啦 放在上面啦 跟好七 裡面有一百二十五啦 那這個呢 就是答案了 所以 那我們有這個啦 負一over 開七次跟 裡面有一百二十五啦 那呢 計這個 當然沒什麼問題啦 因為我叫你找的 我這個底數 上次說過 這個負五 這個呢 是底數 那呢 這個指數 這兩樣東西我都給你了 那我這次就是要你找這個答案而已 那很多時候呢 這個情況呢 都不是這樣的喔 就例如 我們學過的二次方程 那嗎 二次方程呢 就是 X的二次方 我選一個數字 例如等於六十四 那這次呢 是要你找這個底數喔 他給了一個指數給你 給了這個給你 又給了一個答案給你 那要你找回那個底數 那這個呢 就是二次方程我們學過的東西啦 那這個很簡單 大家應該不難計到 X等於正乎8的 那這個問題 就倒轉了 那這兩樣東西呢 其實可以倒轉給你的喔 那就是 在說什麼呢 在說這條題目變成這樣 變成這條題目 如果我要找 2的X次方 等於六十四呢 那我們又要怎樣辦呢 那 換句言之 就是說 我亦都可以 給了這個底數你 而不給這個指數給你 就是 不告訴你幾多次方 那但是又給你一個答案 那你有兩個條件 找一樣東西 那就是這樣做啦 那這一條呢 你如果懂得這個 質因分解的話呢 那就是說這個六十四呢 你就可以把它分解作為 2的六次方 是吧 那很簡單啦 這條很容易 理解到 這一個X 就是等於六啦 這條X等於六 那這樣就很完美地完結了 那但是呢 我們發覺 世上這些東西 不是那麼巧妙的 有時候這些東西 不會是 那麼靚仔的 那說的是什麼呢 選個容易點的例子 開始說給你先 例如 我們有 10 的一次方 很明顯 它等於10啦 10 的二次方 那就是 有兩個0啦 一百 10 的三次方 那它有三個0啦 一千 10的四次方呢 有四個0 即一萬啦 OK 所以 數法 很好啦 那 我之前說過 這個指數呢 我們其實可以放什麼數都可以的嘛 所以就算我們有 10 的負一次方 那就是 把它拿到一個倒數 就是 十分一啦 也就是0.1啦 嗯 它有個複雜一點的 例如 三分之二次方啦 那它就是 10的二次方先 就是 100 再開三次斤 那 都是這樣而已 那沒什麼 那這個數呢 我們可以任意拿的 那出來呢 我們都 我們都有方法計算 因為這個就是 我們是指數的 科學學過的嘛 那 這個問題就來了 如果我們這些全部 把一個 正整數下去的話呢 那你發覺 這些數字 它中間有差距的 這個差距 10和100 中間隔了90 100和1000 中間隔了900 這1000和10000 中間隔了9000 它們有個差距 而且這個差距 還不是善性的 就是不是 這一個多1 這一邊又會 多X 那如果這個多2的話 這個就會 多2X 那不是這樣的 那所以呢 我們是時候要建立一個 對數的概念 為什麼呢 例如 那 我要問你 10的 10的 某一個次方 等於 小一點 500 那 10的多少次方 等於500呢 我知道10的2次方 是100 10的3次方 就已經去到1000了 那我怎樣 在中間找到一個 剛剛好的數 可以令到 它等於500呢 那這個數究竟是什麼呢 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那 那我們 就開始有一個叫對數的概念 那對數呢 很簡單而已 剛剛就說過 我們 我們 要為了 倒轉一些 運算的方法 令到 一些 不是剛剛好 拍正 例如 如果這個是10的話 就是這個底是10的話 那它不是拍正一些 10的幾個次方 就是1000 10000 10000 10000 正整數解的 但是不是 有時候 好像剛剛 找到500的話 那我們應該怎樣做呢 那 那 每一種算術 之前說過 每一種算術 都會有它 相對立的 一種運算的方法 那 那 所以我們就會引入了 這個 lock的系統 lock 那 我們就說 這個 就叫做 x 就等於 lock 500 那 有了這個 之後 我們 就天下太平了 你基本上 問我什麼 我都可以 用lock去解決的 例如 嗯 10的x次方 等於 你隨便做一個數 你甚至做 3.14 那 那我都可以告訴你 這個x就等於 lock 3.14 那 換句言之 你x 可以把這個東西 代入去的 把這個很帥仔的數 代入去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會 有這個 10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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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那 我 我寫 lock p 那 就等於 p 這個 就負責 對付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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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負責 拿來搞定這個 10的 那就剩下個pi 這個pi就到了 那 so far so good 到現在都ok的 那 問題如果 我那條問題是問2 的 x次方 那 我這次又是問等於3.14呢 那 這個答案理所當然就是x等於 lock 3.14 那 問題又來了 10 又是這個次方 等於3.14 因為暫時的答案也是一樣的 對不對 那 而 的同一個次方呢 又會等於同一個數 這樣會有些 奇怪 有些混淆 那 有件及此呢 我們 就會在 這個lock呢 的 右下角 寫下 一個叫做 底的東西 那就告訴你 這一個 這顆大 因為 在指數那天我講過 這一個叫做底數 這一個呢 就叫做指數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換句話 換了做lock的運算呢 我們在下面都要加一個底的 那就去證明 那 就去證明 究竟這一個 lock 是基於 一條 怎樣樣的算式 出來的 那所以 如果我們寫了底之後 我們 我們 再把這塊 東西 代入去 這個 這個 X 那 就搞定了 那 順帶一提 這個lock呢 如果它的底是10的話呢 那 我們 不寫都可以的 那就是證明 如果我們平時不寫的話呢 那 就會default 即是預設了呢 它是10的 那 你暗計數機的話 有很多情況都會出現的 那關於lock的其他運算 有些定律 還有計數機的處理方法呢 那我們 下一次再繼續說吧